就是说有没有是医生或是护医师的 就飞机上有需要这方面的协助 15号就在长荣BR189 日本时间早上10点25从雨田起飞 乘客都还没用飞机餐 就发现孕妇有产照 本来要迫降但来不及 大家本来是讨论说要让飞机迫降在辅榜 可是来不及因为小孩已经即将要出生 作家中谷小姐也在脸书贴文 因为她老公也是医生就搭着班机 下机船去行说自己衣服已经湿透 原来机上有产妇生产 先生在飞机上全程帮忙节省 作家中谷小姐的老公本身是麻醉科医师 汉内科医师 疫情间曾支援ICU 包含其他三人 机上共四名医师 刚好中谷小姐的老公本来要去日本议诊 有带检疫的医疗器材和听诊器 长榮回应 机上四名医师和旅客空服员的协助下 在机上顺产男婴 取得松机的优先降落权 所幸母子君安落地后立刻松衣 其实在2016年 长榮航空有一名印尼籍妇人 突然症痛生产 女婴已经足远 但妇人自称才怀孕六个月 这次事件也传出 孕妇只说有怀孕28周以下 不过长榮孕妇搭机规定 单胞胎36周或多胞胎30周以上就不能搭机 已经生产后七天都不能搭 28周以上也要有医师的试行证明 如果说你搭的是长程的航线 那身体状况有问题 到时候所谓会有健康上面的风险 也是自己要去负担 妇产科医师市井中也说 机上生产有一定风险 试行证明都是血腥安的 也建议预付最好不要梦险 以免发生意外 铁北新闻 我们的草热人台北财富某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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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